今天我們來到烏來泡溫泉 就是很像泡在化漲水的樣子 直接泡水就變好 邊欣賞這邊的風景 然後邊吃午餐就很舒適 奶味超重要的吃喔 真的很好吃喔 好香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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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金色嗎 這有長點天然有一直這樣 轉了兩三百圈吧 就是嚇到我了 這支影片也會有小禮物送給大家 只要大家幫我訂閱 然後下面留言 想要看我們去哪裡玩 就有機會獲得 附身版製的泡湯抽獎券喔 夏天泡溫泉 走 跟著我一起出發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可心 今天我們來到烏來泡溫泉 你們一定想說我瘋了 現在是大夏天 我整個人已經快冒煙了 我竟然要去泡溫泉 走 跟我一起進去看看 烏來的富蘭朵飯店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但我們今天不是去那邊 我們今天是來到富蘭朵 我旗下的新品牌 附身版製 它是去年八月才新開幕的喔 這裡真的超漂亮 它就是一個森林系的景點 夏天泡溫泉 走 跟著我一起出發 滿好票了 現在買票完之後 他們的大廳對面就是這一個 洪之聖堂園區內最景點的造景 走下去就很像桃花園一樣 趕快跟著我一起去看看 哇 走下來了 這也真的超森林系的耶 完全都是不同世界 完全沒有想到下面這麼漂亮 雖然好燙物之後 他們會給我們一張這個 園區導覽園區滿大的耶 可以打一整天 我們就去泡湯吧 我真的是瘋了 我超熱 我已經在流汗了 我竟然要夏天泡湯 跟你們說 其實只有台灣沒有這種夏天泡湯的文化 日本和韓國 他們是不分季節在泡湯的 不過我覺得這裡的環境 應該是很值得夏天來泡湯啦 一年四季都可以來 耶 耶 介紹我們的湯湯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跟你們說 今天不一樣的事 我有邀請到一位大美女來陪我泡湯 她已經晃好裝在等我了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金娜娜 那在這裡幹嘛 我剛剛在這邊享受的是 這邊一般美景了 好舒服喔 這裡真的超舒服的 就坐在這裡真的很爽 這裡總共有五種不同的房型 我們今天泡湯的這一間是香芋 它有自己的獨立衛宇 那我就先去換妝 等一下再跟大衣介紹 我們剛剛沒有放很熱耶 不然應該會悶死 很燙嗎?應該不會 不會耶 我覺得很剛好 這裡很好的是它其實有 冷熱霜圈可以自行調節 如果夏天很怕悶熱的話 其實也可以調冷水多一點 我剛剛就調冷水多一點 所以現在就不會很悶熱 欸 這是美人湯嗎? 我就泡起來就咕哩咕哩的 對啊 就是泡起來 皮膚會咕哩咕哩的 這就是瘫痠清納泉 就是很像泡在化髒水裡面 所以泡的皮膚會變好 然後我剛剛突然想到 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這男生想要帶女生來 然後你剛剛講夏天要泡湯 他們一定會覺得你是神經病 你就說我們去泡冷泉就好了 泡冷泉這裡也有啊 你知道嗎? 對 它裡面泡冷泉 對啊 你就不要說你來泡湯 就說泡冷泉 不然男生如果找你說夏天要來泡湯 你應該會有什麼味道 對 我剛剛不是有說到 夏天泡湯其實蠻健康的嗎? 喔 真的喔 我剛剛有聽到工作人員講說 他腰痠背痛的時候啊 然後泡完他他就好了 嗯 我真奇吧 超神奇的 因為其實我剛剛有講到 就是台灣沒有這個夏天泡湯 我們怕但是日本韓國 他們一年四季都可以泡湯 我們人體 以中意的原理來講 我們人體散熱是以汗蒸為主 溫泉的溫度可以讓我們汗蒸發 可以提高免疫力跟帶泄汙 夏天可以來泡湯 知道嗎大家 真的很棒 學到新姿勢了 好我們泡完湯了你覺得怎麼樣? 應該每天真的泡起來皮膚滑滑的耶 我覺得對皮膚很好 對啊夏天泡湯真的還不錯 他們現在淡積泡湯時間是90分鐘 他們現在6月也推出夏天泡湯的概念 附身板子已經有重新調整價格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資訊欄看到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耶我們泡完湯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來吃午餐 我們現在在附身板子園區內的 櫻諾莉餐廳 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這邊的餐點 有分午餐時段跟下午茶時段 我們今天吃的是午餐 那午餐有分兩種 一種是蔬食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葷食的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主餐 我的主餐是四燒福山鱸魚 是原住民養的鱸魚喔 這一個前菜是南瓜里麥沙拉 這個是鱘龍魚卷 然後這個是山酥檳榔 高香腸 山酥檳榔我一定要先吃 因為沒吃過檳榔 它真的就是檳榔的樣子 橄欄 它是橄欄 這是鱘龍魚卷 上面是魚子醬 好吃 馬高香腸 有蔥跟橘子 我要一口吃 吃到好特別 好吃 好吃 好嫩 旁邊這個是青醬 這鱸魚吃起來很嫩 邊欣賞這邊的風景 然後邊吃午餐 就很舒服 而且泡完溫餐就會覺得 日子很多 這個南瓜也是原住民自己種的 我覺得還滿清爽的 因為它裡面有加那個醬醬 其實是有烤過啊 嗯 剛剛不是有做烤過 然後它裡面還有加一點點米麥 你們喜歡的 它的南瓜很暖米 你們今天是什麼 看起來好好笑喔 主廚跟你們說 這個是主廚他們自己 舒肥的雞肉 它看起來很大塊 是不是很大塊 對啊 我想要來吃看看 我的是威靈頓食廚 它是素餐喔 這威靈頓感覺就是牛排館 會吃到的那種威靈頓牛排 這邊的食材 都是結合原住民在地的食材去做的 原住民自己種 大家自己養的 包裡面包金針菇耶 我第一次看到 好特別喔 嗯 可是我吃什麼 我跟你說 我的雞肉旁邊還是一排松露醬耶 超酥的 嗯 這雞肉真的好酷 完全不會踩 很濕潤 接下來我要來吃我這道 赤蔥野菌細扁麵 嗯 它的麵很香耶 有點奶油白醬的感覺 這個麵超香耶 奶味超重 好好吃喔 嗯 很好吃喔 剛剛主持人拿了一個 赤蔥的葉子給我 超級酷的 這個可以聞一下 可以聞一下 好香喔 好香喔 欸很香耶 很香耶 這是可以做成香菜了 它很香 葉子有不會花香的 山豬耶 換水裡拿一道 很厲害 上面就有蝦 野溪山蝦鳳梨沙山 嗯 這好清爽喔 這是他們的竹筒飯 然後上面有山豬肉 這山豬肉肯定是原住民自己養的山豬 還有黎麥喔 山豬肉好香喔 你吃一個 很好吃耶 它整個香味都口腸裡面都是 山豬肉香 有些醃得很死鹹 它不會 它不會很死鹹的 這是腹筒子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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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酸甜喔 好吃耶 好酸甜喔 我覺得這道好酸甜 好好創意喔 香蕉飯這樣 搭配的 好吃 這個路口 它是像一個通道的路口 它其實是一個教堂喔 選擇一個喜歡的地方停留下來 三年代的一首歌 歌手 歌手 那剛才的開場就是用一首 佩亞族的聖歌 聖詩 是叫做《求聖您教冠我》 在老懶過程中 我們經過了這個教堂 就會來唱信這首聖詩 那剛剛是妳唱歌嗎 對啊 台信別日唱 裡面唱歌的成語嗎 嗯 很好聽耶 我真的聽到就是 雞皮哥倒閃啊 雞皮哥倒閃啊 對啊 妳好厲害喔 就是這教堂 他的名字呢 很特別 這個園區唯一的一個入口 就是以彩虹來秘密的教堂 Inoli是祈禱的意思 其實住在這裡很好 很森林耶 就可以一直聽到蠶叫聲 鳥叫聲 平安廣場 天下午的兩點半的時候 在這一個廣場 會有蘇菲弦展的生活儀式 三顆石頭 泰雅族人他們的家屋裡面 又會有三顆石頭用來生活煮飯的地方 那是一個家的中心 就是你如果走到野外 看見三顆石頭 就是你要小心 因為那是泰雅族人站地盤的方式 這個廣場叫平安廣場 那把這三個名字連成一條線 祈求平安的意思 好酷喔 就是這裡真的每一個 有一個故事 嗯嗯嗯 歡迎各位 來到富森板志TRIO 一同參與了今天的生活儀式 您剛才所看到的這個生活儀式 它有一個名字 叫做夢之輪 它是希望 可以藉由古老的旋轉 盡心 來使我們有個機會 可以回到自己的原點 這不是一場表演 而是時間到了 就會做的一件 單純的事情 而這樣一件單純的事情 就發生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就像一場清醒 且真實的夢 在旋轉的時候 我們張開雙臂 把自己的內在打開來 讓天空進來 讓雲進來 讓風進來 讓山進來 讓樹進來 讓花進來 讓所有的生命進來 一手承接來自大自然的力量與愛 另一手 當下就把這份祝福 分享給任何一個人 沒有目的 只為了那微笑的瞬間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我們也不停地在旋轉 我們忙著起床 忙著吃飯 忙著上班 忙著下班 忙著約會 忙著洗澡 忙著休息 忙著睡覺 不停地轉 不停地向外旋轉 彷彿我們沒有任何一點點機會 可以往內看到自己 彷彿我們沒有任何一點點機會 可以成為愛 好可惜 其實我們什麼都沒有抓住 今天很榮幸地想要邀請兩位 跟著我們一起參與 這個特別的儀式 既然遭遇 何不投入 既然投入 何不靜心 既然靜心 何不祈禱 既然祈禱 何不祝福 愿我們在這個以祈禱為名的所在 以愛 祝福彼此 彼此祝福 也祝福二位 有個美好的午後 平安 喜樂 感謝您的到來 耶 很開心 他們有招待我們下午茶 我們吃完午餐之後又有下午茶可以吃 他們下午茶的餐點 其實我們剛剛有一些在我們的午餐也有了 香蕉飯 然後還有 番茜蝦 山豬肉 感覺這布朗很超厲害 剛剛主廚說 他上面的那個粉是他自己做的 麻告粉 我要第一個先吃這個 因為他感覺就比較 很濃的巧克力 好好吃喔 巧克力味道很重 但是他也不會死 對不會死點 魚子醬 魚子醬 不知道魚子醬欸 太精緻了吧 下午茶甜甜 下午茶甜甜 它有魚子醬 它每一道都很清淺 嗯 完全不會很油膩 對 好喜歡喔 其實這個下午茶也很值得 如果沒辦法吃到午餐時段的話 吃下午茶 我CP值得滿高的 好歇 YA 我們終於結束了他們下午的 生活儀式 夫妃旋轉 他們這個儀式真的讓我有點吃驚 轉了大概 兩三百圈吧 呵呵呵呵 轉了很多圈 對啊 完全都不會暈 因為真的嚇到我了 從下午的導覽到剛剛的蘇菲旋轉 其實我覺得導覽的部分我還滿驚艷的 教堂裡面聽著這麼美好的聲音之外 還能這樣靜下醒來 我覺得這個體驗很特別 已經有被感動到 因為有一度有點想哭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其實我一看的那個中生是先嚇到 突然靜下來 聽他的歌聲唱歌 看著外面的風景 很沉浸他也有風景 就是那一怕讓我覺得真的很驚艷 一開始被嚇到 但後來他的歌聲你真的是有感動 我後來還問他說那個是不是播音樂 結果他是他自己唱的 其實我真的覺得天啊太厲害了 到剛剛的蘇菲旋轉 我覺得這個整個儀式我全部都很喜歡 今天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覺得從一早的泡湯 到最後的蘇菲旋轉 我們都覺得非常的豐富 在副神板子也絕對可以讓你們待一整天 不會無聊 包括中午的午餐 我吃的也非常棒 笑餐也很棒 我們今天行程就到這邊結束囉 等一下還沒 我跟你們說 他們這次新的菜單我會放在下面資訊欄 他們有更新新的菜單 下面資訊欄都有放 就這樣啦 掰掰